在眼下与郎桃对了一掌,范贤的身体斜斜地飞了起来,郎桃也是真气受击,双腿下沉,暂时挪动不得。 当时摆在范贤面前有两条道路,一是往山上去,二是往草庐方向去,第二条路无疑更为危险,云之兰及剑炉二徒还在山下守着。 如果一旦陷入此等绝境,范贤纵使有通天的本领,只怕也极难活下去。 然而出乎北齐和剑炉高手的预料,范贤在空中如药子一般凌冽转身,画了一道弧线,直直向着山居处的悬崖冲了过去,悬崖之下便是五道圣地之一的剑炉。 范贤之所以做出如此冒险的选择,是因为他不甘心,他不甘心冒了这么大的险,却是连四顾剑的面没有见到,连北齐小皇帝的边还没有碰到。 老天爷确实很眷顾他,让他在逃亡的路上居然跑到了小园之中,看到了正站在山门旁,那个扮作公子哥的小皇帝。 鲜血像不要钱似的撒了北齐皇帝满头满脸,范贤欺净他的身体,却是根本无法收住自己的脚步,因为强行脱险。 图上又与狼桃硬拼一掌,实在是已经到了极限,此时还想收缴,根本不可能。 就在四里里惊恐的目光之中,范贤抱着小皇帝就像两个殉情的男男一般,绝绝地,毅然地,一往无前地向着悬崖下垛去。 搜搜几道光芒掠过,以狼桃为首的数大高手,自四里里的身边掠过,一脸震惊地看着范贤不要命地抱着小皇的冲下了山崖,根本不急思考,便跟着冲了下去。 范贤当然不是自杀,这世上跳崖跳成娱乐的,除了五竹叔,就是他了。 虽然此时受伤不清,怀中还抱着个重要人物,可是,他依然极为准确地密到了一个个落脚点,或是凸起的石头,或是陷入的草坑,就像是一个安装了弹簧的木头人,在陡峭的山崖上,踩出一线烟尘,不过瞬息间,便落到了山崖下方的平地上。 跺下的速度极快,反阵之力极大,范贤的唇角又渗出血丝来,而被他强行制住的北齐小皇帝更是被震得心血震荡,面色惨白,但饶是如此,这位皇帝陛下的眼眸中,依然没有一丝恐惧之意,只是冷冷地盯着范贤的眼睛,略微有些不解,似乎没有想到范贤不仅能逃出来,而且还能制住自己。 山崖下的平地,正是剑庐的前方,此间异变陡升,原本正在强行阻止王十三郎入庐的剑庐弟子们抽出腰间配剑,迅即围成一个剑阵,将范贤围在了正中。 而不远处,一直隐在暗处,没有现身的云之兰也终于走了出来,一身剑意冲天而起,直刺范贤。 山崖上树道灰影掠过,以狼桃为首的几大高手,也不过笔范,闲慢了片刻,便踏实而下,跟了上来。 场间顿时陷入了沉默之中,沉默之中运着无限的紧张。 范贤一手扣着北齐皇帝的脉门,一手紧紧握着黑色的匕首,双眼警惕地注视着四周。 只需要淡淡一瞥,他便知道,天底下的九品高手,尤其是北齐东夷两脉的人,基本上已经汇聚此地。 自大东山一役之后,大概只有今天的剑炉,才能汇聚如此多的强者。 而这些人的目标很一致,很简单,那便是留下范贤。 问题是范贤的手中握着北齐皇帝的手,虽然他握得相当温柔,可是谁都知道, 只要他愿意,体内那怪异的霸道真气一送,北齐皇帝陛下便会马上变成无数团血肉。 在这么多高手的围攻之中,居然还能置住陛下,果然不愧是南庆饭贤。 场间有一人看着这一幕,轻声赞叹道, 说话的人是剑炉的二弟子,此时所有的人都处于一种紧张的情绪之中, 只有这位不属于两方的二师兄,才能够如此自然地感慨,将所有人心里想说的话说了出来。 虽然天下皆知,如今的范提斯,已经是九品上的绝顶强者, 但是今日山居之上,明明是北齐小皇帝掌握了他的踪迹,不仁扶杀, 没料到最后竟让他逃了出来,而且竟生生协助了皇帝,以为人质。 不论是何道人,还是剑炉内的高手,在单对单的情况下,纵使不敌范贤, 但至少可以给他带去极多的麻烦, 更何况山居中,还有一位实力绝对不在范贤之下的廊桃大人。 即便是这样的情形,依然没法留住范贤。 场间众人的心里都有些发寒, 心想,范贤此人在这两年里莫非又有什么奇遇,竟然强大到了如此地步。 范贤威低着头,咳了两声,紧紧握着小皇帝的手, 环是四周,沙哑说道,原来大家都在,这时候可以好好谈一下了吧。 剑炉地处东夷城郊,反凹形的草炉依山而立,占地极广, 草炉之门在山崖之下。 四顾剑及诸弟子闭关所在,却在草炉深处,此时十几名天下强者, 其会剑炉之前,应该没有惊动剑炉深处的大人物。 范贤知道,自己并不强大,一个强大的郎桃就足以拖住自己, 更何况人群之外,云之兰正渐运渐意地盯着自己, 这两位都是成名已久的九品上强者。 他先前之所以在山居中能逃出来, 完全凭借的是自幼而生的对危险的野兽感应, 以及强悍的决断力。 而至于最后捉住了北齐皇帝, 这则要归功于他的运气。 当然,如果不是他出乎众人意料, 强悍无比地向着山崖下剑炉冲来, 也不可能遇到北齐皇帝。 所以,一切成功的要素便是, 实力、决断力、运气以及范贤以往最缺少的勇气。 只是此时他虽然已经制住了北齐皇帝, 但是事态依然极为凶险, 不论是谁都无法从这些强者的围困中脱身而出, 成功。 还太早了,他才刚刚上路, 上的是一条布满荆棘, 满是血染小花的险路。 北齐皇帝站在他的身旁, 侧目冷漠看着身旁的男子, 在如此危险的境地之中, 依然面色不改,也不免有些佩服, 缓缓开口说道, 范贤,你好大的胆子, 居然敢在剑炉之前冒犯于阵。 范贤抬腕,擦去唇边的血字, 自嘲说道,陛下想杀我, 莫非我便要引颈带路? 他抬起头来, 眯眼看了四周一眼, 说道, 虽然我不想做出绑架这种没技术含量的事, 但是你居然这么快就发现了我, 运气又差到被我抓住, 我也只好当一下绑匪。 他提高了声音, 对渐渐逼近的众人微笑说道, 说句粗俗点的话, 想要他活下去, 就不要逼我, 不要逼我发飙。 此言一出, 所有人都沉默了下来。 云之兰缓缓分开众人的队伍, 对范贤拱手一礼, 轻声说道, 小范大人, 你一个人便闹得我剑炉永无宁日, 我云之兰想不佩服也不行, 只是即便你置住了陛下, 但此地终究是剑炉, 难道你指望我能放你离开? 此时, 郎桃也走上前来, 对着范贤一礼, 说道, 小范大人, 我佩服你的勇气和实力, 但当此群雄毕吉, 你纵有通天的本领, 也无法轻身而出。 至于陛下, 我们当然不可能让你带他离开。 范贤强行咽下涌上来的鲜血, 没烧一条, 很励之色大作, 我可打不过你们, 如果你们不肯让, 我不介意让某人与我一道上路, 记得将来安排个和睦, 我在史上也要光彩一笔。 碰着这么一个看似魂不讲理, 蛮横无耻光棍到了极点, 实则阴险至极, 谁也不知道他后手的强者, 郎桃和云之兰都赶到了棘手。 云之兰看了郎桃一眼, 似乎极为不解, 为什么山居之上, 既然发现了范贤的存在, 以你的修为, 加上几大高手相助, 居然还会让对方跑掉, 甚至还擒祝其地为至。 郎桃心头一片黯然与愤怒, 他哪里能想到范贤这小子, 在众人围攻之下, 居然会自投罗网, 往剑炉里跑, 谁能想到, 那个时候, 陛下正在看着剑炉出神。 此时剑炉一方震惊于范贤所表现出来的实力, 不免有些跃跃欲试, 想看看南清一代年轻高手领军人物, 究竟极限在何处。 但北齐一方的高手, 却是心惊胆战, 生怕范贤一个不小心, 或者是心情忽然变坏, 伤着了皇帝陛下。 便在事成僵局之时, 一直沉默不语的北齐小皇帝, 忽然开口说道, 范贤, 你莫要唬这些可怜人, 你哪里敢动震一根手指头。 范贤微微一正, 转脸望去, 只见小皇帝正用一种讥讽的目光望着自己。 不知为何, 他被这抹目光激得心头微怒, 嘲讽一笑, 伸出两根手指抬住小皇帝的下巴, 轻蔑说道, 小样, 下巴还挺滑的, 全场大滑, 谁也想不到范贤居然敢对一国之君做出如此轻薄的举动, 却又听着范贤下一句话, 我不敢动你一根指头, 动你两根可好, 我以先师的名义启示, 你放了陛下, 我们绝不拦你。 郎桃忽然往前踏了一步, 无由风起, 气势大作, 冷声说道, 以他的地位, 以这句誓言, 无疑是给了范贤一个绝好的退走机会, 然而范贤却是根本不想退, 在如此众多高手的威胁中, 不思退走, 反而想要密得更多的利益, 除了范贤, 实在是没有另一个人敢如此大胆了, 你不拦我, 剑炉的人呢? 范贤望着郎桃说道, 郎桃看了云之兰一眼, 云之兰闭目半晌后轻声说道, 剑炉弟子亦不拦你, 不过, 一旦你走出剑炉半里, 我剑炉弟子便要开始追杀你。 范贤望着他讥讽一笑, 转头对郎桃说道, 你也听见了, 我可不想被人追杀。 郎桃大怒说道, 那你究竟想做什么? 范贤沉默半晌, 目光忽然望向了不远处的连绵草炉之中, 目光渐垂, 在那个似乎被众人遗忘了的王十三郎身上扫了一眼, 平静说道, 我有些累了, 我想做一做, 协议达成, 我放人, 半里之内, 你们不能拦我。 郎桃和云之兰同时点头, 其实不论是他们哪一方, 此时心里都如被野火焚烧着, 生怕范贤对北齐皇帝陛下有丝毫不利。 范贤缓缓放开了北齐皇帝的手, 然后小皇帝并没有马上退走, 而是静静地看着范贤的眸子, 似乎要从他的眸子里看出什么秘密来。 北齐小皇帝忽然无奈地笑了, 说道, 你的胆子真大。 范贤也无奈地笑了起来, 真没想到, 我想什么事情, 你都能猜到。 本人在下午汝10回合. 并未经许去听.